哈囉大家好 我是Soda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兩個保養好物 還有雷品 其中一個好物是成分跟SKII的洗面乳 蠻類似的 不用千元就可以入手的洗面乳 而且我實際使用下來 我覺得它還比貴桑桑的SKII洗面乳還要好用 就是平價的反而比貴的好用 我以前曾經買過SKII的洗面乳 但是因為真的沒有很喜歡 所以用完了之後就把它拿去回收了 老實說SKII的洗面乳沒有很好用 怎麼說呢?SKII的洗面乳它適合的人群真的比較少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適合SKII的洗面乳 因為SKII的洗面乳它真的蠻保濕的 但是保濕的洗面乳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清潔力很弱 我的膚質是混合肌 以前的話是混合偏油 現在沒有那麼油了 是混合肌 那大家都知道混合肌就是會出油嘛 那像我這種會出油的皮膚 SKII的洗面乳它的清潔力真的洗不乾淨 如果要用SKII洗面乳把臉洗乾淨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用量就要用很多 但是SKII它本身就很貴了 它一條要2000多塊台幣 怎麼會捨得用很多呢? 綜合以上幾點 我個人是不會再回購SKII洗面乳 除非以後我上年季了變成乾肌 我才會考慮回購 所以SKII的洗面乳我只推薦給不會出油的乾性肌膚 因為它的清潔力真的很弱 對於會出油的混合肌 油肌 都是真的不夠的 所以很遺憾的 SKII的洗面乳是我的雷屁 它又貴又沒辦法清潔乾淨 毫無的部分是這一支SKONUS的洗面乳 它跟SKII一樣都是主打氨基酸的洗面乳 但是你們不要以為它跟SKII洗完的感覺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洗完的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比如像清潔力很弱啊 這些我絕對不會喜歡這一支 那我等一下會詳細跟你們講 SKONUS洗面乳的成分表 跟SKII洗面乳的成分表 都放上來給你們看 你們可以看一下真的有蠻多相似的地方 尤其是成分表最前面那幾個成分 為什麼一定要強調是前面幾個成分 是因為成分表它會按照濃度做排序 濃度越高的成分會排在越前面 那你們可能會有疑問 SKII不是我的雷屏嗎 為什麼我會喜歡SKONUS這支成分跟SKII類似的洗面乳呢 原因是因為SKONUS的這支洗面乳 它沒有SKII的洗面乳的那幾個很重大的缺點 像是SKII的起泡力很弱 清潔力也很弱 這兩個重大的缺點SKONUS都沒有 那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那SKONUS這支是不是清潔力很強 會不會讓皮膚就是過度清潔啊 造成乾燥緊繃 其實是不會的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SKONUS這支 它也是氨基酸的洗面乳 所以跟大部分的氨基酸洗面乳都有共同的特性 就是溫和清潔 但是呢在這個氨基酸洗面乳的大家庭裡面 還是有分清潔力很弱跟清潔力稍微比較好的 那像是SKII它的清潔力就是偏弱 SKONUS它的清潔力算是中間再好一點點 它是可以把皮膚清潔乾淨的同時 又不會過度清潔 造成乾燥緊繃 所以它會非常適合偏乾性、敏感性 還有比較中性的肌膚 因為它是氨基酸洗面乳的關係 所以它是比一般洗面乳來的更溫和的 當然你如果是像我這種會出油的肌膚 也是適合的 而且它的用量不用像SKII擠一堆 就是正常洗面乳的用量 它就可以把你的臉洗乾淨 但是又不會過度清潔 但是氨基酸的洗面乳啊 我會建議你們在搓揉的時候 不要加太多的水 因為氨基酸的洗面乳 它不像清潔力很高的那種造激的洗面乳 可以一下子就起很多泡 所以氨基酸洗面乳呢 會建議你把你的雙手稍微打濕就可以了 你的臉並不一定要打濕 雙手打濕之後你就擠適量的洗面乳 然後把它們搓開就可以上臉了 總體來說呢 SKONUS這支洗面乳真的蠻值得入手的 最重要的是它的價格也不會太貴 那像是現在他們是有半價五折的優惠 一支是只要699 真的是比SKII便宜很多 那因為氨基酸的洗面乳 它本身的成本就比較高 所以不會像一般的洗面乳價格那麼的低 氨基酸的洗面乳 基本上所有的膚質都特別適合拿它用在白天 因為氨基酸的洗面乳比一般的洗面乳還要更溫和 白天的時候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髒污 需要特別加強清潔 所以白天就特別適合用氨基酸的洗面乳 也可以避免說過度清潔 反而對皮膚造成傷害 介紹完洗臉好物 接下來就要來介紹夏天大家最需要的 可以加速美白的產品 就是Sconus的這瓶患膚精華 這瓶精華會特別適合你想要讓皮膚變得更細嫩 變得更細緻 有點類似水煮淡肌 但是你又會怕過度的使用患膚產品 造成皮膚敏感乾燥 Sconus這瓶它是溫和型的患膚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不是極度敏感的肌膚 都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因為它的質地很水很清水 然後再加上它又有患膚的功效 可以加快皮膚的代謝 所以它也很適合偏油性的肌膚 或是你的皮膚比較粗糙想要變細緻的 患膚精華除了可以讓膚質變得更細緻之外 在淡化紅色痘印這方面的效果也很不錯 皮膚也比較不會亂長東西 它的主要成分是3%的杏仁酸 因為是3%它不是高濃度 所以可以在讓你不敏感的前提下 溫和的幫你換膚 溫柔的幫你代謝 讓你慢慢蛻變成接近水煮蛋的肌膚 那因為杏仁酸它是果酸 酸類它就是可以加速代謝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有在擦美白的產品 但是覺得效果好像不夠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加一瓶這種換膚型的精華 可以讓你的皮膚加速代謝 換膚精華跟美白的產品一起用的時候 它可以加速黑色素的代謝 這樣你就可以更快更有效的變白 而且它是可以放大加成 讓你的美白產品的效果變得更好 因為它加速了黑色素的代謝 這瓶換膚精華它還搭配了發酵玫瑰蜂蜜 還有水解蜂王乳蛋白 這兩個還不錯的成分 發酵玫瑰蜂蜜 它是從大馬4個玫瑰的蜂蜜 所發酵出來的濾液 是大約需要用到9萬多的大馬4個玫瑰 你才能採集到大約一克的蜂蜜 它主要的功效是可以保濕、亮白肌膚 還有促進你的皮膚代謝 可以代謝我們的老肺角質 再來水解蜂王乳蛋白 它是可以舒緩 以及給肌膚帶來抗老緊緻的功效 這瓶換膚精華實際使用下來 皮膚是真的會肉眼可見的變得更細緻 會變得更有光澤 光澤度是明顯會提升 也會變得更亮 摸起來也會變得更平滑 但是換膚精華使用上要注意 如果你的皮膚偏敏感 然後你現在也有在使用A唇的產品 那請你不要同時用 換膚精華又用A唇 因為敏感肌會比較難同時去使用 酸類以及A唇 會建議你可以分開試用 例如星期一、三、五用A唇 星期二、四用換膚精華 當然如果你是更加敏感的肌膚 使用頻率麻煩再降低 過度的換膚對敏感肌來說 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之前推薦過的Sconus的產品 現在也都有做限時優惠 最低只要三九折期 大家可以趁現在減便宜唷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你留言 想要額外支持我的話 也有這幾種方式 非常感謝您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雨滚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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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餜時 點兒